中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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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我们现在是在唐山新体育中心体育馆 面临呈现武林峰中泰队抗赛 本场比赛的对阵双方则是来自中国的李天涛 是红方选手 对阵他的太方战队的动员是比亚邦 李天涛2000年出生比亚邦是2002年出生 在身高B站方面 李天涛身高5公分的优势 B站是3公分的优势 好 比赛继续 回到比赛当中 提腿 对比亚邦 看双手的这个报价啊 还是要 往里走啊 往内围要来进 基辅 绕过来之后我们来看 进入到内围基辅连续的基辅 还是要 对 口头警告了一下两个人啊 还是要听一下裁判的口令 口令 李天涛可能武林峰的全民对他不是特别的了解哈 但是我们看他的战绩也是拿到过32胜3负的成绩 是 比亚邦这边是35胜 其中14次是KO掉了对手 因为在泰国的比赛也会比较的密集啊 是 这各大全场之间的比赛就是非常的多 漂亮 对啊 连续的在纵轴上的击打啊 给的还是不错 给扫踢 说一个 李天涛是一个 反驾的运动员啊 所以在今天的这个位置 就是 他自己可以多起起自己的腿啊 但是也要防一下对手的腿 对 是这样的扫踢 嗯 高扫滚后摆 上钩 漂亮对手回一个 破坏了对手的重心 应该不会给杜苗 李扫 正灯 感觉 比亚邦今天呢 后手啊 就是不管是他的后肢还是后摆啊 其实 整个第一回合比赛里 李天涛还是 给他留了一定的击打的空间啊 但是他自己做的不够好 就是自己的后直和后摆 出拳的线路上 没有那么的能吸 就很多拳 我们感觉如果还是有发力的空间 还是能够打到的空间的 但是并没有完成这样的动作 啊 扫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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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今天第一回合都起了不少的腿啊 是 哎漂亮对就是这样的后手啊 漂亮 漂亮 又是一拳 对于中线的保护 李天涛 第二回合一定要小心了 嗯 就像我刚刚所说 整个第一回合 李天涛在自己中线的保护上 尤其是自己的后手 左手的保护上 做的不是特别好 所以给比亚帮 还是留了一定的击打后手的机会 但是前半程的时候 比亚帮并没有抓到这样的机会 或者说我们感觉他出拳的线路 不管线路还是力量感 都不是特别的好 但是比赛的最后半分钟的时候 我们能感觉到他的后手 如果拿好了打好了 好 进入到第二回合的比赛 好 进入到第二回合的比赛 中方战队李天涛 泰方战队骨牙帮 提到对手的支撑腿 这个郑登 进给西 因为自己反架嘛 所以一到内围之后 自己的左西上的会比较的快 给郑登 漂亮一个基辅 左 看到内围 不进撤步之后 马上一个后板 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说 李天涛给对手 在自己他左手的防板区 就是对手右手 记得后置跟后摆进攻的区域 留了太多的空间 如果比阿邦能够打好 可能会对这场比赛最终的胜负关系 产生一定的决策 没错 连续长给一个扫踢 自己起后腿的时候一定要谨慎 因为自己起得比较顺的这个区域 刚好也是对手起后腿能够踢到的区域 漂亮 泰国的运动员起腿真的是快 是 两个人特别明显的一个区别 就感觉李天涛在起腿的时候 第一是速率慢 第二是他今天还是有一定的迟疑 我觉得他之前的比赛 看着感觉进攻节奏比今天要快 不知道可以的安排还是 后腿扫踢 对手还一个 马上又给一个 对这个区域 圆有腿 近有膝 李天涛还是可以去打一打这个区域 拨球在底下也是挺着急的 毕竟第一场大分丢掉了 对 不能再输了 是 但是其实比阿邦今天表现还不错 没错 他不像我们看到的过往的泰拳手 在第一回合会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是 其实他上来适应的还是比较快的 对 近节奏近的比较快 再拿一拿自己的后手 其实打击维度上 比阿邦还是比 李天涛做得更好 整个纵轴上的打击 他的击法还是比较多 上打头下击辅 还是更全面一些 给一个扫踢 李奇哥挡之后马上起腿 就是刚刚那个前手打到 现在给的不错啊 就是这样的防守反击 就是对手的拳过来之后 马上自己要有 不管你是下意识的动作 还是刻意的动作 你的第二反击马上要能够飞上 要去给对手一个压迫 就是这样的比赛 你哪怕是 大家相互的换拳或者换腿 也比 就是对手打完你一拳之后 然后自己往后撤 然后再去想一想 要好一点 尤其是对于比阿邦这样的运动员 这场比赛还是比较吃这样的节奏 打拳 打完拳 打完拳再提前队 基辅 乃德 对 现在后手还是能够塞一塞 打到 好 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整个第二回合感觉比阿邦这边的进攻速率 不仅是提上来了 而且自己的后手 虽然在这回合没有多打 但是至少有四拳 基本上还是能够打到可击中的一个区域 因为很多半球大家应该能够看到 而李天涛第二回合的比赛的 立好的进攻或者有效进攻 主要来自于自己的前手拳 那么后手拳在对手的 防坏区域当中也是塞到了一个 所以第三回合不妨试一试多去吹出拳 而不是更多的跟对手来拼腿 看看李天涛第三回合会选择怎么来打 对手来打 好第三回合比赛 连续的这样的拳啊就是对手你即便是进来之后我也不能让你那么轻易的就换吸马上提吸进来 对李天涛来说你更多让对手提吸只是自己的前吸做博打来用啊但是他一旦踏步换吸上来进的内围之后那 你看比亚邦的进攻马上就来了所以如果西温腿抑制不了你的话那在拳上一定要把对手往往里进的这个路线给他抑制住打退 漂亮 比亚邦这一拳厉害 对这个后手塞得很准啊 是 就是我们第一回合的时候就是说到这个问题就是自己后手的保护区域 就是李天涛要注意的 是 漂亮 又是一拳 又是一拳 对比亚邦来说这回合其实可以多给打一打这样的后手啊 就是上可击头下可击辅 这就是说他在拳头上的击打的点可能会更多一些的原因 比亚邦越打越辛苦 对 把两个人分开 所以固定的动作 两个人都有 好 没错 好 没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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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上都出现了一种问题 手基本上都不拿了 转身后摆这样的动作还是少错 就在这种比赛 后摆得到 前手多去给对手 哪怕是阳攻 又是一个转转转转 前方很执着 又起腿 李二邦在这段时间 比赛最后一分钟左右的时间 基本上以起腿为主了 感觉他像是在 保持体力蓄力然后缓一阵一样的那个状态 但是最后15秒了 看他怎么打 四腿起腿 这种连续的起腿 对于泰拳手来说就是基本功 就是自然会有这样的练习 然后一个无仰连起高腿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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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好 三位裁判 一致判定 三十比二十七 红放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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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